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西爱美食 今天用燕麦做一道低脂营养早餐 准备一根剥皮的香蕉放在盘子里 用叉子压成香蕉泥 放入80克燕麦,150克牛奶 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用勺子搅匀 摆上切好的香蕉片 撒上核桃碎 葡萄干 再撒一层椰蓉 上面撒的这一层干果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搭配 喜欢什么就放什么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开上下火180度,烤20分钟 趁这个时间,冲一杯红豆一米枸杞粉 倒入开水 有一股浓浓的香味 用勺子搅拌均匀 凉温后放适量蜂蜜 红豆一米枸杞粉一冲就可以喝 简单快捷 去湿补气血 搭配烤烟麦都有很强的饱腹感 低脂低热营养全 关键是这两样搭配在一起超好吃 寒不会长胖 喜欢就试试吧 谢谢大家